这两天是不是有些朋友种黄瓜的时候出现 要么就是刮打顶或者花打顶 就是在我们这个黄瓜生长点 叶片全部做到一起了 做到一起了以后呢 上面开始出现带花的幼瓜开始出现了 这是一种情况 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黄瓜长长长长以后呢 然后开始变黄了变弄了落了花瓜了 这两天给我打电话咨询这个问题的特别多 问什么原因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温度低了 温度低了温度低了以后呢就造成这个根部 就是黄瓜的根部啊受伤害了 根部受伤害以后了吸肥吸水的能力降低了 营养供不上去了营养供不上去了一个作物的一个正常表现 就是养分不够了就像就好比说一个家庭一样啊 一天五口人外面只有一碗饭那怎么办呢 那那那父母肯定有想考虑孩子啊 那孩子是下一代啊让他吃了父母不吃宁可可能挂掉是吧 那同样的黄瓜也是一看啊外部的环境不适合我生长了啊 养分供应不上了那么我就可能就不再去进行那个营养生长了 而把养分转化成生殖生长啊啊接瓜 但是瓜就是孩子又特别多 你看黄瓜你看这一个叶一个瓜 你看到这个地方一二三四五六七 也就是不到一米的几率七个瓜啊七个孩子 但是只有一碗饭那给谁吃啊那可能优先丰盘吧 啊保住一个是一个 所以说有些瓜就开始出现花瓜了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时候你不用考虑 有时打这个烟面肥油又打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治标不知本啊温度提升是首要的啊 提升温度想尽一切办法提升大风温度 啊接着呢就是采用氨基酸类的啊 呃液面肥啊配上磷酸二氢钾 然后呢再稍微加一些那个比较好的一些蛋肥啊 啊进行液面喷雾三天喷一次 这样的话会有所改变啊 但最关键的还是提升低温